好 所以大家可以從這張表上面 可以看到整個皇冠的發展趨勢 其實只有幾步啦 G9走到I9走到KRF 接著走到ARF 這ARF就走了非常長的時間 一直走到79 才突然間一口氣到EUB 所以如果各位要記光源的發展的話 其實就這幾個而已 G G9 436 I9 365 KRF28 ARF93 F2基本上沒有在用的 直接跳到EUB 這是目前的 那下面就一張品 各位看一下這張光 可見光是在各種電子波當中的 非常非常小的一個波段而已 我們只有分 從廣播電台用的RF頻率 到現在手機高頻元件所使用的微波頻率 到後來呢 到後來呢 去中醫的時候做復健 所以用到的紅外線 大家一定要去 落到 拉扇有沒有 去中醫管那邊 造一些紫外線 造那個什麼 紅外線 用紅外線 然後來治療 然後呢 可見光是在非常短的地方 它波長非常短 然後記得到的是外光 紫外光 它也是X-Ray X-Ray 下一個就是會變成浩特的GAMMA RAM 所謂的GAMMA射線 我們一般電影上面 是講的GAMMA射線 到這邊 非常高頻率 非常高頻率 而五元波器就是 就是大約三百倍達到三百一桿 現在最常用的 多段是 目前的微波 所以剛剛講過 光學系統當中 這個護光當中呢 我們剛剛講的 重要的是解析度 第二個就是景深 什麼是景深呢 景深是一個範圍 它什麼範圍呢 光將近景深範圍內的圖案 景深範圍內的光 會聚焦到透明焦距上 然後呢 紅色的影像 在景深範圍內 可以過得高的解析度 換言之就是怎樣呢 我今天要拍照 拍照我會聚焦 聚焦的那個人 它會清楚的 但不只它清楚 它前後有一段範圍 都可以很清楚 這段清楚的成像範圍 就是所謂的景深 就是景深 光學在拿照相機 在做對準的時候 一定是先對準某個點 但是清楚的 不會是這個點 會把這個點 前後一段距離 都會是清楚的 超過這段距離 就會不清楚 所以 以對準的點為中心 然後呢 前後這段距離 都會是清晰成像的 這段距離呢 就稱之為景深 那我們會希望景深 越大越好嗎 代表怎樣呢 我隨便一對一對 哇 不管是淺的 或深的 都能夠清楚成像 是最好的 不管你是近的還是遠的 都希望能夠清楚的成像 但很可惜 景深沒有辦法拉得很大 因為景深的公式 景深就是DOF Dex or Focus 景深Dex or Focus 這段距離內的光 才有辦法聚焦 經過透鏡聚焦 而景深的這個範圍呢 獨大是2Na平方分之 k2耐耐 Na Na一樣是我們今天講的 Numerical action 耐耐一樣是波長 你會看到景深跟解析度 這兩個公式 來看一下比較的兩個公式 景深Dex or Focus 是重生的 景深是兩倍的 Numerical action A2平方分之 K2耐耐 而Resolution Resolution是什麼 我覺得是Na分之 K1耐耐 有沒有2 看一下 沒有 好 所以從這邊你們看到什麼呢 首先 Resolution是越小越好 景深呢 是越大越好 景深呢 景深越大 代表什麼呢 可以清楚成像的範圍 是比較寬的 代表得呢 有一區的景象 全部都可以 都可以清楚的成像 然後呢 可是這兩個會打架 如果Resolution要小 代表什麼呢 Nanda要小 應該說這個的結果就是什麼 Nanda要小 N-A要大 對不對 但是如果今天景深要大 景深要大 那是什麼 Nanda要大 或者是N-A要 N-A要小 兩個是有提出的 兩個是有提出的 所以你沒有辦法同時擁有 好的Resolution的景深 所以在拍相機的時候 你要某一點非常的清楚 那它的景深就會很小 代表這樣呢 距離它有段距離 你旁邊的畫面就會比較活動 那如果你要大家都 有一定的清楚 清晰程度 那大戰的Resolution 都不會太好 也就是你照一放大 就客廳之後就出來了 跟拍照的也就是一樣的 你要將某個點拍得超級清楚 那它旁邊一定會比較好 而你要讓大家的成像都一樣清楚 那它景深它Resolution就不會太高 然後是一樣大 這兩位有所結束 那在黃光曝光之城呢 會發現 景深的重點是什麼 景深是這個 代表什麼呢 一個光經過透鏡之後 可以清楚聚焦 聚焦非常緊密的 這段可接受的任務就是景深 那通常這裡會是什麼呢 通常這裡就是光阻 光源打過光照 經過光照後 光在經過透鏡 竖下來之後 達到光阻上面 那我們剛剛希望怎樣呢 光阻最好就在景深裡面 就可以清楚的在光阻上面成像 或者你可以想像成光阻就是裡面 拍照之後呢 光到最後要在圖片上面成像 成像的地方呢 在我們故風置之間中 成像的地方就是要將光照上的圖案 拍到什麼呢 光阻上面 所以這個就是光阻的位置要在這裡 它能夠清楚的景象 可是就來了 就會發生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我的光阻 的厚度超過這個景深 那就代表怎樣呢 部分光阻的強度 光的強度可能就會比較弱 它可能就沒有辦法完全不光 所以變成怎樣呢 連光阻就要 保 最好連光阻的厚度都在景深以內 可是如果光阻太薄 又會發生什麼事情 它抵擋時刻跟抵擋 立子負擬的能力就不夠 或者是會比較差 光阻越厚 越能夠抵擋時刻 越能夠抵擋的風景 立子負擬的風景 但是光阻的厚度要超過景深 就代表怎樣呢 它在成像的時候 解析度會變差 會比較不清楚 所以這兩個 你沒辦法同時做好 除非你從K左手 所以TOF 景深跟解析度 不能夠同時兼顧 因為它們是波長會打架 波長會打架 解析度要好 波長要短 NA要大 但是這樣的話 TOF就會變上 所以這個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的希望怎樣呢 我們在半導臉自成當中 我們希望整個光學系統 曝完光後 光的景深可以完全 包出光阻的透露 那整個光阻的透露都在景深以內 使得光照上的圖案 可以完全在光阻上面 沉下 情深圖案 把它的景象全部 扣在光阻上面 所以如果你的景深太小 那光阻上面突然就會更多 所以呢 第一個 景深一定要夠 第二個 因為景深沒有辦法拉很大 所以你的光阻的後路 盡量是怎樣呢 第一個 光阻後路不能太後 可是光阻是突不上去 可是光 前面講的光阻不是塗布的 就像你下面有剛剛高陰一的地方 比如說基因表面 只有圖案 有高陰一 可是光阻是用旋圖的 旋圖的就是 最後圖案 最後的表面 是一個像水平面一樣 是一個平的 那就代表什麼呢 代表圖案 底層的圖案 都是凸出來的 空阻就會放 然後圖案是低的 空阻就會放 舉個例來說 你說二眼 比如說今天我的圖案 ModeSpec 我有Geg 但是這是Geg ModeSpec ModeSpec 像這樣 這有So Strength 然後呢 這有STI Geration Excelation 好 接著 我要寫下一步 要重新復古 我會發生這個事情 我上完光阻之後 光阻旋圖完之後呢 光阻會是平安的 旋圖完後的光阻是長這樣 圖舞完後的光阻 是平的 平的完之後呢 會發生一件事情 如果我在這個圖案上面 好 應該這樣講 應該這樣 Gate形成之後 ModeSpec做完之後呢 通常都會上什麼呢 絕緣層 封住這個光 封住這個元件 所以會有絕緣層 來當作保護元件的保護層 ModeSpec做完之後 會上絕緣層 把這個ModeSpec給覆蓋住 就保護住了 然後他們不要再接觸到外面了 可是接著再上光阻 我們要開圖案 要看contact phone的時候 我就上圖案 好 光阻平的 光阻是平的 但是這時候你會發現到 我下一個要曝光了 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是什麼 這裡的光阻 比較多 這裡的光阻 比較厚 對不對 所以在圖案 在下一個成像的時候 我要開contact remoteSpec 我要開contact remoteSpec sauce git git 而我現在要開contact 我的contact的圖案 開在哪裡呢 我要開在sauce的上面 還要開在git的上面 換言之這裡會有圖案 這兩側也會有圖案 也會有圖案 在這裡 也會有圖案 我們需要把圖案 在這邊 可是他們在成像的時候 有了光阻前 有了光阻後 那就會造成什麼呢 如果你的景深不夠 假設今天我的景深 我的景深只有 只有 從這裡 到這裡 如果我的景深只有這樣 我只有這裡的圖案 會是很great 很漂亮的 但是旁邊的圖案 可能就會模糊掉 可能就會比較模糊掉 比較模糊掉 就會發生這種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光阻厚 厚度不同 所以變成怎樣呢 在故越小的圖案 我們就需要越平坦的表面 在上光阻的光阻才會是 怎樣呢 厚度才會是均勻的 所以為了做這個步驟呢 圓案在做小的時候呢 就有無盡 化學機械研磨 CNP這個赤層就出來了 CNP這個赤層有什麼好處呢 它等於是在你上光阻之前 我們前面不是講過 Modspac做完之後 會上一個保護層 是額外疊上去的絕緣層 那它就跟下面一樣 以外很高有低 那到時候呢 這個完之後 SRO2成績完 接著開始用磨的 凸出來的地方就被磨掉 磨掉磨掉磨掉 最後呢 會磨成一個平坦的形狀之外 多的地方就被磨掉了 凸出來的地方就被磨掉了 凸出來的地方就被磨掉了 現在平坦 SRO2突起來一條都被磨掉了 這時候呢 再去上光阻 那這時候的光阻就是可以 很均勻的 厚度會均勻 這樣才行 好 所以這就是講的 還到這邊來 這就是講的 你的resolution要好 緊伸就不會很伸 緊伸只要一不伸 我們就希望金額的表面要平坦 這樣光阻塗不上去才會是平坦的 否則光阻塗上去都是均勻的 可是最高的地方很高 厚的地方很厚 會超過減深 那成像就會有問題 所以呢 在文小化的過程中 金額表面的平坦化很重要 所以CMP是微小化 在點25之成之後 就會大幅被使用的一項工具 這時候 唯一就有藉口 只要曝光出來 曝光不好 表面不夠平 CMP你沒有模仿的夠平 又開始可以去罵CMP 你模仿不夠平 直到CMP磨平了 你沒有藉口 再曝光出來是你家的事 就這樣 所以你會看到 每一個步驟都會成到另一個步驟 所以當你沒有做好之前 你要先下班 你還沒藉口 或者是你想要做好 可以 有什麼辦法可以輔助你做好 除了你自己之外 你的鄰居會辦法幫你 可以 越平坦的表面 在重要的傾身之下 它就有機會 激情不變的 它就要靠你了 所以CMP現在大量的使用 化學機械原本 所以CMP是微小化石的 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 它可以幫助曝光 再回到公園 前面講過 目前學校最長的分數是IMA IMA是365 而DUV呢 就有分什麼呢 248跟 另外一個 19多少 193 這些都前面講過 193的AR 所以目前呢 黃黃在進入到DUV之前 都因為競爭式微移技術的發展 193之後的開發 全部都被獲種子 全部都當地 全部都當光 好 就跟蠻蠻錯一樣 說錯了 因為誰都沒有想到 競爭式技術的出現 競爭式出現之後呢 哇 一堆的黃黃 微移傷就 沒投入了 沒投入了 然後ARF呢 一直發展到 這可以繼續往下起 旗耐 一直走到旗 那走到旗 那走到旗 plus呢 就是EUV了 但是 閃宋的旗 就是完全都是用EUV 它DUV做不到旗 閃宋的旗耐 現在做二台積了 它一直要得到EUV成熟了 它才要做旗 因為它用DUV做不出旗耐的製程 三種投降 台積做出來 這樣子 好 那還有什麼辦法可以 讓解析度更高呢 還有後面會教到 除了競爭式微移技術 可以讓光源的波長 經過炮戰容易 波長變更短之外呢 它還可以使用雙圖圖案 或者是多圖案化的製程 來進一步的加強解析度 加強解析度 好 那這個後面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後面會介紹到 什麼叫做雙圖圖案 或者叫做多圖案化的技術 後面會提到 它可以增強解析度 好 那再來 最新的是機子外貿 那還有一些 基本上沒有在用 不是只有學校在用 就是什麼呢 那以壓力為 跟電子數字寫 電子數字寫 基本上有一些許多的學校 或公司也都有 但是 但是 它沒有被廣泛使用 這兩個分別是什麼呢 後面會提到 那我這邊先講一下 所謂的耐泥壓力 就很像蓋印章一樣 你刻了一個印章 印章上的圖案是耐泥尺寸的 這樣去壓 就是上面有類似光圖的東西 你用印章 壓下去 拿起來 圖案就形成了 就好像怎樣呢 按摩櫃有沒有 在那個 那個 那個模具 打下去就是一個 當然這是三次具合 或者是換個角度來講 就拿模具去壓它 壓它 壓它 就壓出一個圓形狀 但缺點是什麼 你每壓一個 你的刻印就會 耗損 就會磨損 壓越多 最後這個 體系度就會變差了 所以使用次數優先 而且呢 你進來跟著耐泥 代表差一點會差很多了 我只在書本站看到這個技術 我從外面看過 有沒有過這個技術 至少我沒看過 電子數是什麼呢 一樣 前面講過 電子數技術 是因為電子 你本身可以用高能量的電子 而高能量的電子呢 它的波長很短 或者你可以講 電子數可以 你可以換個角度想說 電子的 電子具有波的特性 你可以把它當成是一種 波源 或是一種光源 因為它是波零二重型 高能的電子 它的波長就可以很短 但它的缺點是什麼呢 電子數不是光 電子數就像一條光束一樣 你的圖案變成怎樣呢 你就把它當成 它就是一根毛筆 而這根毛筆的裡頭 非常細 可是你的圖案呢 光學圖案是你有個光照 有個圖片在這邊 光一個下去就可以 圖案去圖案 但是電子數呢 是你哪一隻非常細的毛筆 一筆一畫的去寫出來 一筆一畫的去曝光 也就是說被電子數照到的地方 它的公主才會成為畫一個反應 所以變成怎樣呢 你要寫出一個雜集的形狀 就是電子數去畫出一個雜集出來 就變成光耀的這樣 比如說那個炸雞很細 這個炸雞很細 你要用電子數的話 就這樣呢 電子數就是這樣 電子數假設它的B size就這樣子 然後它就這樣去掃 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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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 這樣子 就是電子數這樣一頭拉下去的波長 可以很短 可以很短 但缺點是什麼呢 電子數這麼小 你哪一根那麼小的去寫 可是你要寫滿整張光照 很花時間 對吧 一片光照上面 你要把幾片光照所有的雜集 用電子數去拉 哇 之前講過 超大型機體電路 一個晶片 不要說一片微幅 光是一個晶片上面 就數十億個電晶體了 你要少數十幾次嗎 少一晶片那一顆耶 一顆可能還要少個兩三次耶 所以呢 電子數這個系統呢 它的缺點就在於什麼 產品太不太低 它花的時間太久太久 所以你只要是採用這種非光學的做法 都會有很大的問題 電子數是最好的曝光系統嗎 它可以曝光的很小 你要控制力很好 但缺點是你要花很長的時間 才能夠寫完整張光照 一片光照 簡單的 叫大家呢 你有一個圖案嗎 今天我要 今天 我今天我的工作是 寫春聯 寫春聯 但是假設我的春聯是怎樣呢 我也都模具了 這模具寫著功系發展 只有功系發展 一般透光 我直接拿油漆 拿油刷有沒有 這個油刷就像光一樣 我只要把這波發在春聯上面 我刷一下去 把模具拿起來就是功系發展 對不對 就這樣 所以那個模具就像光照一樣 光照上去 整個油漆一拨上去 就是一個功系發展四個字 那你同時有很多模具 我只要把模具一拿走 是就一百個功系發展出來 很快 可是如果要用電子數據自寫呢 你就是等一下拿刀明 一張一張 一個字一個字的功系發展 寫完一張 後才能寫下一張 再寫下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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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曝光 完成 電子數據慢慢寫 所以 這會有很大的出力 電子數的問題 產能的問題 所以電子數基本上沒有在用在量產 學校的科學研究 可以用電子數 但是在業界不會用什麼電子數 所以你看 在課本的時候 現在現在要拿的課 都在知道科學大功能是不斷的提高解析度 突破限制 而且延長的光學回憶 因為我先講過 只要你不是使用光學的方式 就會影響到你的產 你的服務proof 你的支撐時間就會大幅度的加長 所以呢 一直使用到什麼呢 一直使用到七難都還是定UB 而終於投降了 連台積都使用1UB了 所以未來應該是只用1UB 不會再往下走不同的光學 因為我先講過 只要那種被光學求救的大問題 EUV已經很B了 什麼叫很B了 它有這種光學的極限 就如我前面講的 再過去 再過去一點點 就到X光了 就到X光了 我講說波長高 再長 再波長再轉下去 就X-Ray了 各位 所以放心啦 EUV就是了 EUV就是走到極限了 應該是不會走下去了 我認為 應該是不會走下去了 EUV就要滿齊了啊 應該講 之前的新聞有講到 在169之後 只剩下 應該講 整個半導體廠裡面 最大的 就是幾家 Intel 台積 三宗 聯電 Global Foundry 還有大陸的中心半導體 現在還有什麼的 紫光集團嗎 好 那這些系統當中呢 誰在169、149到109之後呢 已經舉手投降說 不走微笑話 Global Foundry 全球晶圓 或叫做Global Foundry 有人講Global Foundry 就直接從名字翻掉 叫做Global Foundry 那用意思來翻Global 就是全球的意思 Global Foundry 全球晶圓 宣布 不再走微笑話 不再競爭 往109、79做 另一個投降就是聯電 聯電這個之前的電子二格 晶圓二格 也投降說 不再走微笑話 也搶不易開機了 當然 大陸永遠不會投降的 他有了錢可以收 還要把他投降 所以現在 但是他現在的製程技術 還停在 28內 這樣 很這樣 28內很賺好不好 23內 就像蛋蛋蛋堡一樣 他們都會做新的口味 然後光賺他就不賺了 先進的元件 你要駕馭它很難 就像野馬一樣 這馬跑得很快沒有錯 大概也很難控制 而且設計成本又很高 所以 大部分的IC設計廠商 用不到 親愛的支撐技術 用不到 甚至很多內銘店主 還喜歡用我們的 典18跟典25 還有不到蛋技術 你要傻傻的 以為先進就是很好用 它的產量不見得是最大 但它的毛利是最貴的 它毛利是高的 售價也是最貴的沒有錯 但是在就使用量 也不見得是最貴的 我覺得這個 我就問你 電風扇的數量多 還是手機的數量多 對不對 吹風機的數量多 還是手機的數量多 你會到最後 不懂我意思嗎 這種感覺就是 電器產品太多了 你的 你的冷氣機 用到親愛的嗎 不會啦 對不對 所以就量而言 親愛的數量不是最多的 但是它的單價就是最高的 你的手機 你的冷氣機貴 這是合理的 iPhone一直出來 三四萬 買一台小型的冷氣機也差 兩三萬而已 價差多 我只是跟各位一個名思 都在追求微小的時候 你不要想的是 人人都要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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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騎個螺子就可以 他連切一碼都不用 他有便宜的螺子 不好也就換掉就好 這樣子 所以只是告訴各位 現在 現在 還有 有在競爭的只剩下誰 Intel Samsung 跟台積電 而目前 在商業模式上領先的是 台機業 目前是這樣子 因為intel是做自家的關係 intel技術很好 intel可以說我認為 我認為 直升技術強的是intel 但是管理模式 強的是台機業 以及工程師賣血賣單的程度 台灣 美國人絕對沒有辦法這樣 美國人敢這樣做 他全告訴你 你要知道民主性的問題 有沒有 當然也有人說是奴性 但是 大把菜會掛在前面的蘿蔔 你會想要出去啃他 這就是為什麼進去人多 出來人少 那個 油減度深度 油減度簡單 享受過了 每年繳稅繳個20%以上 不換回頭繳5%的稅 那個差異很大 差異很大 真的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幹的要服 但是也領得爽的 爽的要服 然後一邊領一邊幹 但是又不願意 不願意領他 好 這樣子 好 好 所以現在要乾脆EUV乘8 但是intail 後來沒有使用EUV喔 非intail還沒有做到那麼小 但是不見得他的特性 不好 他特性也很好 只是面積比較大一點點 那 圍影技術還有什麼辦法 可以提高解析度呢 有解辦法 課本舉了幾個例子 包含相位移光照 光學靈靈交正OBC 離軸光照 近論式維宇跟雙重不換維宇技術 這些技術都可以讓193 繼續的往下撐到 氫耐雲技術跌 現在已經不適合了 所以 感覺近幾年 特別有可能會再改善 再把這個數字往下 因為現在 已經量產7plus了 已經走到氫耐雲 那這些東西 都各有各的故事 我們下一篇再來介紹 為什麼這些東西 可以進一步的提高解析度 為什麼 我們下一篇要知道 好 我們這禮拜先知道這邊 光學有很多的發展 它很重要 也有很多的技術 各位吃到就可以了 各位絕對不會用到 除非各位這樣的工作就是 黃光製成 黃光工程師 否則 對各位而言 只使用可以 懂這麼多就不用 你只要懂什麼 懂得清洗 上光組 曝光 血液 檢視 做完這個流程 就夠了 剩下這些東西 都只是教你 他care什麼東西 如果你各位 如果將來真的要研究黃光工製成的話 解析度 謹深 要怎麼見過 以及它還有做了什麼作用 增加各位的眼界 但不見得到 因為各位只是使用者而已 但是我們還是把這些 當作 當作 基本專業嘗試 了解 初步了解過 至少可以知道它為什麼這個功能 好 我們自己開始到這邊 我們下禮拜再繼續